要走穿 要走路 要保國安民 但是要去台北人 北人 北人雖然國家不一樣 但是全都一樣 美國人 中國人 台灣人 都是日本人 那是一個名字 那是一個雙 不能對立 各位你有相信嗎 假設台灣人跟日本人在修正 你上四人做給日本人 這樣啦 這四人做台灣人 走路到台灣人 後四人就去做日本人 結果你自己在台自己 在台自己是他的父母 所以四季毛利夫說 你去台做一個中心 你去吃哪一塊肉 都去吃到你的父母的肉 去吃到你自己的肉 因為你怎麼有修為他 所以還要看附近 按照附近 來看這個世界怎麼去修為他 然後你就了解到你 你叫我吃肉吃不到 因為他很辛苦 我做給他的父母 要將來也會生佛 你吃他 你就不要害他生佛 你對他好他才會生佛 我們放的魚 放的粿子 放的粿子 他很開心 他很開心 開發他的活性 正好一個解脫的因 因為你把他放 給他念佛 念台啤酒 心境 整個魚 你是在開發他的活性 但是這隻魚放到 後面就能吃掉了 但是呢 他會發生毀命 你把他救到了 法生毀命 真正的放生 最大的功德 不是肉體的放生 是法生毀命的開發 所以 帶他毀一 燦灰 帶他去基督世界 整套的生命的療程 對他很好 那你要去 輸贏這台的導力 所以各位我這樣說 假設我今天下午沒事 輸贏給你三十分 就讓我 我就在裡面走來走去 哪裡比較涼就坐一下 就一直去想 土地公在想什麼 將軍在想什麼 花草樹木土地公在想什麼 這台一定有夢魂 也有軍靈 我要怎麼跟他講話 要怎麼說 因為保持在一種 利他的慈悲心 又不執著的空性 這樣 然後 這個叫 累積波羅蜜 意思 什麼是閃爽呢 是情 內心裡面情 無分別 但是呢 就像鏡子一樣 顯現萬象 瞭解一切 然後不執著一切 你不瞭解一切 你怎麼渡他 你眼睛 你這眼睛不清楚 你必須它 道中心 你要看清楚 但清楚的目的就是為了 你清楚的眼睛 是要去救他 那叫做自閉心 關世音的眼睛 所以各位 菩薩 要跟各位說 是因為 我們如果接觸 你說你有嚇 你的孫子在打拼 你就對他很煩惱 你要渡中心就比較困難 因為你也去腳 因為這台中心就是在想家的人 那是煩惱他們老母在想他 對老母很難生 煩惱他們 他媽媽在 我就遇到一個 去給車弄死的 他叫我照顧 黏黏的好像沒有照顧 我問說有車子說沒有 我想怎麼沒有照顧 他又大眾說 啊 叔父 他在想他兒子 他叫車弄死 兒子才十幾歲 他現在放不下 喔 這個獨立很好 原來是這樣 好 他要跟他講 你如果要聽兒子 要怎麼聽 你如果要做鬼 要怎麼聽他 你就害他就可以了 你如果摸去他就打拼了 你的病 團念在他的病 你說 老母在發燒感冒 在掃 你還去破那個紅小孩 你把它破了 紅小孩也給你掃 你害死他了 所以周先生就是這個意思 祖先靈 他就不了解這個意思 我就疼孫啊 我就父 我就疼我們這個孫子 父的時候我害他在打拼 他什麼病也變什麼病 他頭痛他也變頭痛 會變成這樣 但是 你還要告訴我 你既然痛 痛你的一個子 雖然你又叫狼死了 痛他呢 你就要生天 你如果生天 哇 你就福報很大 神在保庇的子 對不對 你也會拖忙給他 你現在 做鬼都 你可能沒有那個靈力 拖忙給他 好 像我的老朋友 沒事 就跟我來找我 我才知道 這是自由 才有辦法 他沒有自由 沒辦法來找我 所以 要跟他講 還要說 你就算做 做狼 弄死 那也是 你的想法 為什麼弄死 這有拖 這是過期生 你做一個 弄弄死的拖 可能你抬死一個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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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這個拖 拖為何 你付高的道理 你要跟他講 所以你為了要 愛你的狼 你要怎麼改 讓你的狼 解脫生死 不然你整天 就叫你狼 不要騎摸摸摸 你要跟他講 還有我這樣講的意思是 我們這個時候 就在修慈悲心 你有慈悲心 奇怪 諸佛菩薩就加持你 你怎麼跟他說法 你會跑出來 你會 你會跑出來 因為你有個悲心 又想要解決他的問題的智慧 那你的佛性就會一直顯露 當然 不一定百分之百講對 講這邊講講的 講那邊講講的 欸 這樣比較有痛 這樣才會痛 所以 慢慢講 講到後來 究竟來講的是 你如果去記錄世界 你就有阿彌陀佛的地位 來跟我們加持 跟福祖來跟我們加持 這不是很痛 慢慢來跟他講 所以呢 我現在呢 給你黏心經 給你奉下 給你黏阿彌陀佛 給你奉身酒 給你啟度 接著 將來我做奉身 幫你做公廳 變實做甘露水真言 現在又補死油給你 你要相信 忽略力量 不可思議 有時候他不想 不想想 不想想 沒關係 你要痛來 我現在給你用油的甘露水了 欸 福氣耶 我心肚怎麼沒在會修 我怎麼眼睛都沒那麼痛 要留心心了 所以還要去咬 甘露水啊 做煙控啊 要控啊 像我們剛才奉身 來 救魚仔公釘 救鬼仔公釘 悔向所有夢靈 君人亡魂 受苦眾生 翁阿翁 眾生得清涼 噢 他馬上感受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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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人家得掉了嗎 像我們噴一杯水去供婦 灰灰灰 哇 我怎麼涼 對不對 珍重 李秋的媽媽你有會修 珍重給她 她的老母 命去供養 那時候出家的人 她的老母馬上清涼生甜 跪下來感謝大家 這個道理 當然 對這些眾生 我們才可以拿上宮 上宮 剛才提供心 我現在 色拉起來三位 慈悲的閣西 為他們超渡 大家剛剛有共生 外面不間斷的焉共 我剛才中島 去吃很多高兄 各位 交給你們辦 好嗎 這個地方 一人守護一塊 放生緣 叫高兄 給他吃 所以 你要做太多功德 有行的叫高兄 無行的超渡夢 既然這塊 設計為軍人公墓 那最好 願所有世界 一切 往生軍人將領 常來此地 會有行的 所以活的時候會打仗 死的時候還想打仗 知道嗎 所以你要跟他說 道理給他聽 冤冤相報 你給我打仗 後世人我一定打仗 大家都打仗 你現在我做人 你也做人 你給我打仗 後世人你做狗 我做鳥屎 你也給我打仗 後世人你會做老虎 我做銀子 你還給我打仗 就一直抱來抱去 抱不完 你為什麼 我看到你做銀子 我就要來你的地方做誰了 為了要報完的時候 你還要做董 就是一直抱贏 一直抱不完 因為他那個意志力 就是個業力習氣 就一直去找煩惱 但是你要把這個道理 改說 改說當然是各位 對經典的天 你越了解 地上經要說好聽 六道輪迴經念好聽 但是你要念好聽之前 身體很好 我們現在要做俗話的演講 演講裡面也有講這道理 簡單的道理 這個演講都會說 諸法因緣生 諸法因緣滅 我佛大沙門常做如是說 這個音面好好拜拜 那有一個音面的規定 但是音面的本體 都是犯法的 沒有固定的 我佛大沙門 所以 諸而切莫做眾善皆奉行 我們大家要斷惡修善 致敬其義 至少就沒有這兩句話 所以各位你去 你寫百尾也要念 你寫百尾要講一下 既然我們沒有講過法 但是佛的經歷就有這兩條 諸法因緣生 諸法因緣滅 講的是真理 緣起信空 行為實踐 斷惡修善 致敬其義 陳佛 講不聽 你還有時間 改善不聽 所以各位要去思議 要怎麼改善 要怎麼改善 懷著悲心 然後 不一樣的眾生 要怎麼改善 所以你改善不完 因為這個無量禪修 你還沒女兒 你還沒女兒 你還沒想到 你還沒戰爭 你還沒農的 你還沒好好的 你還沒散起來的 只要六度眾生無量無變 所以你要有無量心 十倍十四無量心 不是只用念 願諸有情俱樂 沒有那個心 你如果有真正的心 你就開始去接手 每一個眾生的苦 你會去接手 你的機會去接手 要磨練 剛才說的 要併用一個總定律 要併用一個將軍 他也是從小兵開始上來的 他才成為一個將軍 沒有那個說 我明天當兵就做將軍了 除非他是皇帝 但是你要什麼東西 你都要磨練過 而且要派來派去 你還沒台北 你還沒雞人 你還沒國內 你還沒國外 你要有這個歷練 世間法是這樣 父法也是這樣 這是父法的歷練 哇 他很長 三大阿森奇節 他很長 你要去歷練 所以 當然我希望各位來到這個地方 你要去聽 你現在一心意義 他都要去想 阿彬哥的痛苦 政經希望的痛苦 火兩肌 拔掉的痛苦 各種 軍人 各種的痛苦 你都要去聽 你只是一種 離開家鄉 要死了 先躺下去 流血了 沒辦法救他 慢慢要死了 那種的心態 你要去聽 他像他太太 想他的兒子 想他的女朋友 要怎麼跟父母說啊 你要去替他聽 這個叫 修 慈悲心 慢慢你才會有 生命的經驗 你有圓滿生命的經驗 包括 你過去生 你就做個阿彬哥 你過去生 就做個將軍啊 那 這個善陰會跑出來 這個祭庫會打開 你就會有體悟 各位有的看著膏 你痛苦你會哭 看著啊 你痛苦你就不會哭 為什麼 過去你做個膏 另外一隻膏死去 你會很痛苦 那是你要死進去 你也會痛苦 現在看著一隻膏 你的醫生就照出來 所以各位 你要去動情一隻膏的哭 你要挑戰 那個關心 我都不愛膏 我愛娘 你也沒辦法生 或是對膏 對娘 對蝶子 對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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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膏子 都會哭 不然你沒辦法生氣 那你就要去關心 加上你過去的 發心 經驗 所以你有經驗 就像彈鋼琴 你上輩子就是 十輩子的鋼琴家 這輩子一摸 一摸你就知道 這個叫熏息 熏息就像說 一個人 你要做玉石 你要買賣玉石的技巧 這我已經摸一四人了 我沉迷嘛 摸一摸 也知道這個技巧 還是真的 要鋼 鋼 鋼琴多少 很熏 這個叫熏息 所以各位要熏息慈悲 你要經常去練習 關心中心 關心接觸 你不可以 人不可以 祖書喔 你如果祖書 你只想自己 像是你高屁 有些人不會祖書 很高屁 不要跟我說話 我不要跟你說話 這樣 我去接觸你 這樣不行 這樣你就沒辦法生存 你去卡住 所以 你一方面 你要進化你自己 來 累心裡面 探診 種種的 煩惱 祖書啊 秤庭啊 愛杜菇啊 也不然 你要去進行 那一方面呢 你要去訓示 練習練習 一隻鬼啊 一隻蛤啊 你都要去練習愛運 你去關心什麼 你要累積 哪一隻蛤啊 我幫忙 播在這個時間 希望各位 多關心生命電視台 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正號 1996-5232 1996-5232 顧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大家好 我是奇梅醫院 江戶醫學部級感染科醫師 杜漢祥 身為第一線醫護人員 防疫期間 需要面對很大的心理壓力 我們可以怎麼做 一 自我察覺 觀察自己 是否有身體 情緒 或生活作息的改變 例如頭痛 情緒低落 或失眠等症狀 二 自我維護 在輪班的情況下 還是要維持均衡飲食 適度的運動 和足夠的睡眠 三 自我修復 接納情緒 肯定自己 常做深呼吸 放鬆身體 做自己喜歡的休閒活動 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互相依靠 給以最及時的鼓勵 一起對抗疫情 謝謝第一線醫護人員 也請大家給我們辛苦的醫護人員加油 因為它是戰地 所以在823炮戰的時候 那邊有傷亡了有一些的士兵 還有一些民間的人 我們主要這一次就是去做超度的這個工作 現在台灣的疫情就是比較趨緩了 政府也鼓勵民眾出來走走這樣子 所以我就邀請了這個讚嚴法師 來金門做一個慈悲席 我來祭堂 台南到場也有一些義工 跟著在編碼師到金門 隨便運動 師師超度 謝謝啊 要風打 花崗石醫院 花崗石醫院以前是國軍 他在裡面的一個坑道醫院 那當時候打仗的時候 很多就是受傷的人 還有一些那個要生產的孕婦 他都會在花崗石醫院 那一般花崗石比較堅硬 炮彈打不穿 所以都會選擇在那裡 那現在已經廢棄了 所以我們去那邊煙供 其實那邊有很多就是 藍產的 然後還有受傷的 還有一些國軍將是死去的人 都往花崗石那邊送 那邊其實也比較就是陰森 那現在又廢棄了 所以我們會選擇在那個地方做煙供 眾生也比較多 過年一心招勤 一心招勤 金門區內 金門區內 境內境外 所有往生有情 黃康石醫院 過去到現在 身同死亡眾生 所有中醫生眾生 鬼王眾生 所有赤妹王良 一切有情 納塑功德 灰三寶 發佛林心 紅神活道 這靈是一種法器 搖的時候 讓更多的地方的所有父母神都聽得到 或鬼神聽得到 他們就會聞聲而來 這個意思 那聲音也可以破地獄 可以記得聲音念咒 可以破除第一的惡言 然後把這個地獄的鐘聲也勾到上來 過去我爸爸也曾經在金門當過兵 然後知道說其實在國共內戰的時候 我們這裡發生過很多的戰爭 那往生的人特別多 我們也希望說 不要在這裡的軍人 不要還是在那裡 覺得他還在當軍人準備戰爭 希望說 他們能夠依照佛法的超渡方式 到好的地方去 卸下金子到好的地方去 那這一次呢 又特別有巧合 就是戰炎法師 他過去也曾經是職業軍人 然後也希望說 戰炎法師來這裡超渡他們 他們或許會有更多的人 願意到西方結合進土去 然後卸下這個精衣 放下君子到好的地方去 那這裡也無災無難 再也不要有戰爭了 金城公墓是金城鎮 他那邊金城鎮居民的公墓 那也算是一個比較 就是我們金城鎮比較大的公墓這樣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能會顯得就是 距離金城鎮比較近的地方 然後去那裡十十分鐘 然後去那裡十十分鐘 防衛部在接管 到一百零二連之後 改成國家公園 所以比較可以自由的上去 那防衛部接管的時期 它有時間管制 自從撤軍了之後 就交為國家公園 太武山上面 有一個海印寺 那是幾十年的那個武寺 那上面有很多 就是佛下 以及一些古蹟都在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參觀 非常地不錯 金城鎮是一個很好的 脫水地的地方 花唐年很多 那代表這邊剛剛之氣很重 然後呢 雖然這邊是一個戰地 但是如果還好在這邊休息 其實這邊可以像酒吧山一樣 可以出很多刀啦 但是 往往我們沒有在休息 沒有用功在休息 就變成軍事用地了 就很可惜 然後我們就盡量努力了 把我們師傅的體驗 跟所有眾生結合在一起 但是我們這一團是來這邊 超度的責任 我們不是來觀光的 我們是來這邊超度的 拖下軍職 放下萬元 往生淨土 來過年 月子香巴 土薪十方 供養三寶 木法龍天 土薪重征 共怒投志 爭 好 因為吉先生 將軍 引導我所有往生有рий 過去的李光乾將軍 五百萬有 Professor 冰匠,冰官,士官,士兵,所有网生有集,先来神秘,猛想功德,以苦得乐,归一三毛,阿普利兵,猛神口道,恩阿佛,恩阿佛,恩阿佛 协会者最重要的就是亲近三知识,听闻政法,如理思维,法水法行,最基本的嘛 所以亲近三知识已经成功四分之一了,亲近三知识就叫听闻政法,听闻政法再来就叫如理思维,法水法行,我那个佛法就要去应用,钱够用就好,不一定要赚到天下的钱,全部都是你的,又怎样,你用得到吗? 你用得到吗?我认为你的计划很早,现在睡觉,明天早上张开就是什么? 就说一天啦, 这天又过了一天,也就面前明天爬不起来叫什么样子?下一辈子啊,一辈子啊,一伟人啊,我男的情不是你就,跟你没关系啊 你不要烦恼,为什么,因为你儿子跟你儿子会去烦恼这事情,你不要烦恼 宇宙大集团 天望诗诗做功德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术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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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 以菩提心观世间情 接下来请收看 《空中佛学院》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